宋慧桥和宋仲基两个人的婚姻还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被爆出两个人已经离婚的消息 具体原因如今吃瓜群众也是十分的不理解 但是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两个人复合基本没有可能 据韩国媒体最新报道 宋仲基在提交离婚申请的时候宋慧桥还处于一个局外人状态 甚至最后还是通过媒体才知道 而且宋仲基为了和宋慧桥离婚做足重足的准备 已经推掉了手里大部分的工作 可见内心是十分焦急的 人不知道男方如此强势而又极限的原因来自于何 但是自从离婚的消息爆出之后 宋慧桥的妈妈已经闭门不出 看来对待女儿遭遇如此的事情 内心也是很不好受的 宋慧桥从小和自己的单亲妈妈相依为命 成名之后她自己花五千万给自己的母亲购置豪宅 看来对待母亲的感情也是十分深 而母亲也十分在乎宋慧桥内心的感受 为了不给女儿制造更多的舆论压力 她选择短暂的闭门不出 不让媒体因此而制造一些不好的消息 作为母亲看来真是用心良苦了